哈喽,大伙,我刘逼,七八剧下架了,你们知道啥最惨的吗?人活的,钱美的,人美的,钱还在,错,这些都不是,是我用我坚强的意志啊,一直看到了大结局,文如泉勇是奋笔基础,写好之后电视剧下架,人生有很多啦,开心啦,变态啦,还有,已经结束啦,那行,我们换个赛道,追寻一下本源,有,是从哪里来的呢?我的朋友们,答,是从小明上出来的,小明现在在哪呢? 答,在中餐厅第六季,中餐厅第六季,小明还在那里边等待我们的呼唤呢,他跟堂主不一样,堂主唱歌自带电影,属于是油电混合的新能源,小明他是纯粹的油,经过几季中餐厅的提炼,他就达到了反哺归真的境界,往上一散,不说话,你就已经不自觉的拿起了身边的那个卫生纸插手,就你发觉你这屏幕怎么有点泛光,是不是?做菜之前不得选菜品吗?选菜品哈,所有人都做了一个菜, 然后一遍都过了,就差大厨一个人,为了显示我们明哥店长的权威,来了来了,他带着套路来了呀,大厨先上了一道醉脊,陈立农吃完呢,说好好吃啊,这个明哥点评,嗯,是不错,但是不适合小孩子吃,说小孩吃不了,醉脊小孩吃不了,那就是带点酒味,又不是让你站着闷倒驴吃,就算小朋友吃不了,大人也能吃啊,明哥说,小朋友可能吃不了这种,大人点菜的时候啊,会注意到小朋友吃什么, 所以他们不会脸,我给你们翻一下啊,他们做这些菜都是给大人吃的,就大厨这道是给小孩吃的,明哥说,你来个老少街宜的吧,大厨说,老少街宜那白斩鸡啊,白斩鸡没问题,明哥说不行,白斩鸡挑人,有人喜欢,有人不喜欢,说得好啊,老少街宜,但是挑人,你这是什么人呢,不在这个老少街宜的这个选项里边,三体人,是不是啊,大厨说那红油鸡,明哥说,以我带小孩子经验来说, 小孩子啊,是吃不了重口味的,翻译一下,在我眼里,红油鸡算重口味,我孩子吃不了红油鸡,那所有孩子都吃不了,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2.0plus版全新上线,大厨说,那炸鸡总行了吧,小朋友吃肯德鸡吃的飞起啥的,打不健康,我算看出来了,你们不是来选菜的,你们是徐福的后人,帮这个秦始皇来找长生不老药,是不是啊,要不你妈别他妈干回家吧,啊, 我懂了,感情你们那几桌都是大人,所有人带着孩子都在大厨这桌,但是哪怕这样,大厨还在认真听他们的建议,因为他们说,这湖南呢,要结合当地的口味嘛,啊,这会儿又得结合当地了,刚才不是说不能吃重口味的吗,湖南不吃辣的,大厨说,那可以吃姜母鸡啊,明哥继续吃法,说以我的经验,只要是有点刺激的,基本都不行啊,我真的很好奇,平时他家孩子都吃啥呢,啊,以后呢, 说这个中小学,是不是幼儿园,食堂标准,建议以民各家的为准,啊,他的经验适合推广全国呀,这个时候节目呢,里边请的个面点师,也是个高手,平时啊,非常会这个,天有加醋,在旁边三方结果的,说啊,姜这个东西啊,也是,你喜欢的人喜欢,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,废话大使,翻译一下,他意思是,你坐在这个姜那,啊,啊,只能遇到不喜欢的人,遇不到喜欢的人,这樱桃呢,在旁边还不到,我说,嗯,也有点挑人啊,你不理财,财不理 你,你不挑菜,菜也挑你是吧,知道这是看中餐厅,不知道这有人是什么人才市场招聘的,世界五百强都没你们能挑人啊,给大厨怼的是没话可说了,跑到后厨看看还有啥食材能处,这时候大厨不带啊,隐正看不下去了,跟明哥说,那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个方向啊,明哥说,啊,我不是不能给啊,但是我阻止他的想法也不好,所以我要先让他给我四个东西,我挑一下, 我给你们继续翻一下啊,说我不是不能给,我就是不想给,但是我阻止他的想法也不好,我想法阻止他好不好的,所以我要先让他给我四个东西,我挑一下,所以我要先让他给我四个东西,我阻止一下了,隐正说,那你就给他一个,他肯定能做得出来啊,等大厨回来以后,我们看明哥给的方向是啥,明哥的方向是听大厨的,憋半天屁,最后说还是听大厨的, 像不像你们遇到过的甲方,让你前前后出五六个方案,改来改去,最后还选第一个,啊,现在你们知道那个甲方是谁了吧,没错,是明哥,不是说让大厨自由发挥吗,大厨做啥都行,大厨自己就弄这个食材郑大哥以后都弄好了,樱桃出手了,说,哎,我发现了一件事,我们做的这个菜,好像都有辣呀,来来来来来,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他今天上午自己刚刚说完的话,那忽然当地的话,其实要考虑一下他们的口味,哎,看到了吧,他自己亲口说的,让大厨考虑, 考虑当地的口味,大厨本来人家是做敏菜比较拿手嘛,听他的建议做辣的了,明哥也说他随便做,人家做好了,准备好了,他玩这组,然后那个专业的点火师,啊,面包师,又在那旁边补刀了,说,哎,对,我儿子六岁,接受不了这种辣,他很敏感,是您儿子来吃吗,我问一嘴,啊,大厨说,不是考虑当地口味吗,那行,可以不辣,也可以辣,到时候点菜的时候,就问辣不辣就完事了呗,大厨刚来那会儿啊,那阴桃,他就问了,说, 说你做这个菜,要多少时间呢,大厨说很快,他追问,很快是多快,大厨说,那也要看食材七米啥的啊,他继续问,大概,大概,来个大概时间,30分钟还是4分钟,还是要看做啥,大概,大概,要看做啥,大概,大概,做啥,大,做 这话就相当于我问你,你演一个戏,你演多少时间,你得说,那要看演啥戏,是不是啊,得看看剧本吧,我说大概,是一年呢,还是两年呢,是不是这个道理,后面有一期啊,大厨说说,顾客提这个建议,说上汤锅的时候,没有给汤勺,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, 他只要回答好的,我下次给汤勺就完事,他是怎么回答呢,上汤是没上汤勺吗,对,我都上了啊,我每回都上了,就是上这个锅的时候,我们不是鸡汤吗,这个锅,你们没带一个勺子,本来要一个,这么大的那种不锈钢的勺子,现在都变成说是,他们自己拿自己的勺去玩,对,这样子是不好的,不好的, 好,搬远,不卫生,这个问题是啥呢,说实话,贾老师,是因为我们没有试过菜,我们并不知道这道菜是可以当汤喝的,因为我们那边的鸡公宝是不可能有汤的,很好,锅直接甩给大厨了,说是因为大厨没试菜,没试菜,怎么知道你的菜有没有汤呢,啊,原来主持,你在这个餐厅前面的时候,你根本看不到那个菜里边有汤,你只能在后厨的时候才能看到汤,对不对,哎,对,对,对,以您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,明哥来了本季,终于非常郑重 那种名言名语,啊,我怀疑明哥以前可能在杂鸡团练过,这甩锅甩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的,他说,我说句工作话,大厨,你不试菜,我们很难做呀,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啊,别人问我辣不辣,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,老铁们,他们都没长嘴,他们长的嘴,只能在出事以后喷大厨,做菜之前,他不问一句,我就纳了闷的,你就这个,上菜之前,你问一嘴,你说你这个菜辣不辣,你会死吗,是吧,大厨就猛了,真的,这一季,这个大厨,杀活了, 那边都得干的,在后边吧,也基本上指望不上他们什么帮忙,你如果说,叫我天天要去搞这些,吃一个菜出来,做一个菜出来,那没办法,我一天不是,不得搞死掉 那现在你们讲要怎么做,我需要照片,我需要菜谱,我需要跟,要做菜出来吗 应该要,因为大家都要知道这个菜什么味道,那可以啊,那大家,我们该忙到12点,12点,我们来干了,不是,那就是要这样干了,不是,你叫我怎么做吗,我忙不过来啊,我是心里话说,你叫我怎么忙,你想想,张若南就问这个大厨,说,那除了一道菜是陈立农帮你的,其他都是你自己做吗,大厨说,是啊,张若南说,那大厨是不是有点太辛苦了,他的意思是,大厨太辛苦了, 这个时候民国还能继续甩呢 我为什么一再跟您强调,您少做一点,我们多帮您做一点,我就是怕您忙不过来,最后就变成了,您也没时间,我们也都傻眼,所以我为什么说,我们多帮您做两个菜,或者您分担一些杂活,明明也可以做个菜嘛,明天,对,弄鸡杂什么的,我不就是为了,我不就是为了帮您吗,人家是甩锅,他甩的时候是把锅留下,把人都他妈甩出去了, 我就是想问一下,你帮啥了呀,你啥也不帮,人家煮菜都忙不过来,你还让人家试菜,你这叫帮忙,你是魔鬼吧,大厨听得这么扯毒的,真是忍不住了呀,我佩服啊,我太佩服明哥了,人家说他们不干活,也不帮忙,你知道他说啥吗,他说,不是我们不想干,是你手太快了呀,你手太快,很多时候拿大白眉拦机反应,你已经做完了,活就在那儿,你不干,人家干的,你说人家干的太快,你说这是人话吗, 人家大厨手手手手出房,又拔毛,挣大个的,整个后晚叶,他们先走了,他说人家手快,看是你脚快吧,我这想起来一个婚姻节目上有位大哥说,他说他不是不想帮他老婆做家务,是因为如果他把这个家务都做了,他老婆就没事做,他没有成就感,唉,我累了,真的,有时候你,你想骂他的心都没有了,你知道吧,行了,感谢大伙们,收看本期节目,我们下期再见